在互联网大会开始预热 到第一日会议结束的这段时间 冯世荣的精力一直都放在 结识各种圈内人脉 考察国内市场 并与公司高层研究讨论 喜悦成项目上 而段银 在这段时间也没有闲着 他已帮冯世荣为名 进入了巨峰投资 轻力轻微地操持着 对饭点APP的投资 所经手的每一份文件 都整理得妥妥当当 每晚询问丈夫的意见 最后敲定 打款 严谨细致的做事风格 倒是让冯世荣对他有些刮目相看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而在冯世集团的内部 其实有很多人都对段银 拿集团的钱 去投资自家亲戚的事情 其实都颇有微词 因为对于这种沾亲带故的投资 亏掉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甚至还有人觉得 这笔投资 纯粹就是段银为娘家人 捞好处才促成的 但在很多 都在讨论娘家人这层关系的同时 却又都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段银通过投资段文招 成功接触到了 巨峰资本的投资业务 而这个世界上的事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在段银的心里 投资侄子只是个小事 可以成也可以不成 根本无所谓 真正的大事是什么 是自己开始接触 冯氏集团的业务了 就像五年前的秦静秋一样 他也是一给冯世华 帮忙喂契机进入公司的 后来 这个女人一步步掌控了冯氏集团 那自己呢 不过 饭点A比的拿到投资之后 段银并没有继续插手公司的业务 而是经常邀请公司高层的夫人 及公司股东的夫人 在蛇山庄园小聚 喝茶 搓麻将 在互联网大会的第一日会议结束之后 段银的扩泰聚会 已经办了三次 很多高层夫人和股东夫人 都和她成了好朋友 甚至可以说是闺蜜 哗啦 哗啦 傍晚时分 三圈麻将下来 段银又输掉了几万块 却似乎比赢钱还高兴 招呼着姐妹们再来 而此时的冯氏荣 则换好衣服 从书房出来 一边整理着领带 一边朝着门外匆匆走去 然后坐到了车里 公叔 去老正新菜馆 冯总 现在天都快黑了 您去那里做什么 冯氏荣抬头看了他一眼 觉得有些奇怪 公叔在他的心里 一直都是个很专业的司机 一般不会多嘴过问任何事 今天却忽然反问了一句 让他有点纳闷 不过 这也不是什么机密事件 冯氏荣开口道 今天约了几个企业老总吃饭 你到了之后 就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等我 我估计今晚是要喝醉了 才能回来了 可是大小姐今晚回来啊 谁说的 二爷前天不是打电话过来 说要带大小姐和大小姐的朋友 来家里吃饭 冯氏荣愣了一下 这才想起冯氏荣的那通电话 是今天吗 公叔点点头 就是今天 冯氏荣拍了拍额头 这几天认识的人太多 我都把这件事给忘了 冯总 要不还是别去了 大小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何况这一赛带了朋友 冯氏荣前几天的那通电话 特地强调了冯南叔的朋友 他是个长得很精神的小伙子 冯氏荣立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女儿应该是找男朋友了 这次是特地带回来 给自己看看的 只是他太忙了 接了电话之后 也没记住 甚至都没通知密书记录行程 但现在两件事撞在一起 必然是要有个取舍的 冯氏荣思量再三 最后还是决定先去饭店 女儿的事情不急于一时 男朋友也不是女婿 既然以朋友这种非正式的名义来 这次见不到 下次再见也是一样的 但今晚的这个思宴却不一样 能攒成这个局 是借了互联网大会的光 下次再想凑到这么好的机会 就很难了 公说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冯氏荣拉开车门 回到别墅 把妻子段颖叫到了茶水间 南叔今晚过来吃饭 带了朋友 你帮我招呼一下 段颖微微一愣 朋友 老二说是个男孩 我才应该是男朋友之类的 但我今晚要去献几个重要客人 脱不开身 你帮我看看 这人怎么样 可是老公 我这里还有挺多客人呢 冯氏荣拍拍他的肩膀 不用特地招待 多聊聊天就行了 吃饭的时候 也不用单独招待 一起就好 段颖点了点头 那我看着处理吧 记住 看看这个小伙子 品行怎么样 家庭背景好不好 要是太差 就不要让他们来往了 我们冯家 再怎么说 也是大户人家 知道了 冯氏荣点点头 重新回到了车上 吩咐公叔开车 公叔以为冯氏荣 匆匆回去是改了主意 要留下来等大小姐和姑爷 于是连火都熄了 此时听到他仍旧要走 忍不住叹了口气 但终究没再多说什么 发动汽车 缓缓驶出了蛇山庄园 而此时的段颖出了茶水间 让姐妹们继续玩 自己则上楼换了个衣服 对着镜子露出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她现在很烦 很烦那个叫冯南叔的女孩 又来刷存在感 这些年她苦心经营 让冯南叔在冯氏荣心里淡化 其实就是不想 让她回忆起冯南叔的妈妈 对外也掩饰冯南叔的存在 是希望大家以为她才是原配 但这个女孩总是时不时地出现 让她的心绪完全进不下来 男朋友 段颖觉得有些好笑 冯南叔被自己养得 连话都不敢开口说 现在敢找男朋友了不说 竟然还有勇气带回来给冯氏荣看 看来这些年 自己无暇管她 她的胆子真的越来越大了 想到朋友这两个字 段颖眉心微皱 忽然记起四年前的夏天 那时候 安迪刚刚周岁 国内发来消息 说是冯南叔交了的好朋友 借了她三百多万 段颖第一感觉就是 这丫头被小黄毛给骗了 然后心情就很愉悦 她觉得冯南叔被人骗了钱之后 绝对还会被骗了身子 没办法 谁让她长得那么漂亮 按照剧情发展 她可能还会未婚先孕 流产 以冯氏荣的脾气 这个女儿就相当于没了 只是她没想到 这个可能一直都没出现 让她觉得很遗憾 但段颖绝对想不到的是 骗 了冯南叔三百万的那个小黄毛 不但把钱还了回去 甚至快要把自己搭进去了 段颖啊 你在干什么呢 哦 我在换衣服 快下来啊 你们家来客人了 知道了 马上就来 段颖戴上了耳环 钻石项链 还披了个皮草 显露出无比贵妇的气质 十分优雅地 站到了二楼的栏杆前 居高临下地看了一眼 然后就看到了冯南叔 和她身边的那个男孩 而排局上的几个阔态 也在打量着冯南叔和江晴 窃窃思雨声不断响起 段颖特地没下去 而是在楼上站了许久 眼眸淡淡地凝视着前方 她知道 冯南叔最害怕这种 被人盯着的感觉 尤其是被很多人盯着的感觉 就像当初 自己不小心 把她丢在了游乐园一样 不过让她没想到的是 那个男生直接牵着她去去了客厅 从段颖的角度 是看不到客厅的 但她知道 儿子正在客厅 看成龙力险进 你怎么又来了 儿子可爱的声音 从客厅响起 让段颖忍不住一笑 结果下一秒 电视里的声音忽然就变了 一段高亢的歌声响起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 为所有恨执着的伤 段颖眉心一皱 迈不下了楼 在接触到一楼地板的时候 阴沉的脸 忽然换上了灿烂的微笑 段颖 那个女孩是谁啊 怎么这么漂亮 我女儿 刘太太愣了一下 你有这么大的女儿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段颖鸣嘴一笑 又不是亲的 还能摆出来啊 哦 冯总前面好像还有一人是吧 我倒是忘了这回事了 那男生是谁 看着有点眼熟哦 好像是他男朋友 大众脸 眼熟也很正常的 段颖悄悄地说了一句 旁边几位太太 瞬间流露出了好奇的目光 此时的冯世华 从别墅外走来 手里握着手机 表情有些困惑 嫂子 我大哥呢 我给他打电话 没打通 他没跟你说吗 他今天有几个 很重要的客人要招待 前脚刚走 走了 我不是跟他说过 男叔今晚 要带朋友过来 段颖把他拉到一边 逢是现在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大哥忙里忙外 不都是 为了你们逢嫁 就算是男叔的未婚夫来了 还能比京东 和小米的老板更金贵 逢世华难以置信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男叔这是第一次 带男朋友上门 这件事总该重视一下的 而且我已经提前两天 跟他说了 没说不重视 我不还在吗 难道后妈就不算妈 你先去坐着吧 我安排厨房做饭 待会儿一起吃顿饭就是了 眼看着段颖走向厨房 冯世华眉心紧皱 最后一言不发地进了客厅 大哥的小儿子 正坐在沙发的一个偏脚 抠着手指 有点不敢抬头 而遥控器则在侄女儿的手里 电视里放着回家的诱惑 而江琴就坐在他们中间 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叔 坐 江琴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知道 小富婆的爸爸不在 恶毒后妈在 我来之前就说过了 他老人家那么忙 现不见得到真不一定 你看 我说准了吧 江琴尽量压低声音 没让冯南叔听到 冯世华听完之后 抿住了嘴角 许久都没有说话 他是真没想到 大哥竟然这么不在乎 直女儿了 提前两天 就说好要带着男朋友上门 最后还是不在家 江琴看又开口 一个合格的父亲 不是在女儿带朋友 上门的时候 在家等着 而是在知道 女儿已经到了户上 就赶紧叫过来 或者主动去看看 蛇山庄园 离香提别也很远 你们对那老灯的要求 也太低了 听到这句话 冯世华忽然明白 江琴从来就带着的不屑 是源于何处了 没错 前天晚上自己给大哥打电话 告诉他男叔 来户上的时候 他的反应不该是知道了 而应该是叫男叔过去 又或者亲自去看男叔 他今晚没时间 OK 就当是巧了 但是从接到电话到现在 差不多两天了 难道他一点时间都没有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在家等着 就是个好父亲了 简直可笑 你说得对 神神比您看得清楚 所以他今天才连来都不想来 江琴说完话 转头看向沙发角落的 那个小男孩 发现他正低着头玩魔方 于是伸手拿了过来 放到了小富婆的怀里 求月票 冯世荣的别墅里 都是一些女人 一边打麻将 一边闲扯 一点也不安静 冯世华本来就满腔气氛 此时更是待不下去 于是借这个机会 去后面的别墅 看了一下母亲 顺便散散心 反正有江琴在这里 男叔是受不了欺负的 晚饭香味 很快就从厨房里飘了出来 冯世华前脚刚走 段影就来到了客厅 在沙发的对面落座 有两位比较八卦的高管夫人 我来凑了凑热闹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互相的 冯南叔看了段影一眼 我们是五毫来的 段影把靠电 放在自己腰后面垫上 是专门来 看你叔叔神神的 跟着江琴来开会的 开会 江琴咳嗽一声 把话接了过去 就是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 聊聊做什么赚钱 当然了 吹牛的成分居多 段影转头看向江琴 打量半赏后开口 你是哪里人 我是冀州人 刘太太听完之后愣了一下 似乎没听过一样 冀州是哪里 段影开口解释道 一个七八线的小县城 街上连汽车都不多 你们没听过也是正常的 南叔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冯总怎么把女儿养在那种地方 南叔的妈妈 就是那种小地方的女孩 她更习惯那里的环境 冯南叔抿了下嘴角 有点难过 不过很快就感受到 江琴搂住了她的腰 于是看了她一眼 鼓起粉塞 旁边的李太太再次开口 还是感觉有点眼熟呢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爸是卫生局的客员 我妈是机关招待所的服务员 也算是个书香门第吧 李太太听完之后 露出个古怪的表情 看向段影 我选以为是哪家的少爷 段影很优雅地摆摆手 是不是哪家的少爷不重要 只要南叔喜欢就好 那倒是 不过这也太普通了 普通一点不好吗 我可没那么多的门第之线 有鼻子有眼 说话还算利索 配南叔就挺好的了 最重要的是喜欢吗 段影这句话 倒是发自内心的 她不知道 有多想把冯南叔嫁出去 而且嫁得越普通越好 因为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她嫁到别人家里 对这个家来说 就无所谓了 也不用再碍眼了 给她介绍找个少爷 那才是蠢人才会办的事情 她这些年 拼命弱化冯南叔的存在 怎么可能给她找个靠山 就得那种普通到 摸不到他们冯家门槛的家庭 才算符合她的心愿 所以 她觉得江秦挺好的 爸妈卫生局科员 和机关招待所服务员 这不正配这个 没人爱没人疼的姑女吗 但有一个事情 让段颖觉得不太舒服 那就是江秦的眼神 她好像在对方的眼神里 感受到一种很淡 很轻 似有若无 但却真实存在的嘲讽 一般来说 像这种小地方来的男孩 在进入蛇山庄园这种地方后 话都不太敢说才对 所以 她觉得 对方的眼神 很让她很不舒服 江秦 虽然你是小地方来的 但只要男叔喜欢 我就赞成 但我们家毕竟是大门大户 总是要讲些规矩的 你比如 刚刚你们来的时候 没有人请你们 你们就直接往里进 也没跟我我的客人们打招呼 这就是没规矩 段颖脸色淡淡地看向冯南叔 南叔以前被我教得挺有规矩的 现在怎么好像 又退步了 江秦看着他 大清不是亡了吗 你说什么 大清 应该亡了吧 李太太忍不住凑到他耳朵边 嘀咕了一声 她是说你规矩比慈禧都大 段颖倒也不生气 只是表情有些淡讽 你可能不太清楚 坐在这里的 都是冯氏集团的高管太太 还有股东太太 身价上亿的都有 跟你们乡下四处串门的客人可不一样 说是皇亲国妻也没问题 江秦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尬的场面 张着嘴竟然说不出话来 脚趾在鞋底一阵乱抠 段颖觉得 她的自尊心大概是被打击到了 又开口 在户上买房了吗 买不起 户上的房价太高了 只要你和我们南叔好好的 我会给你买房子 但你要懂点规矩 李太太和刘太太 是我的闺蜜 不会在背后嚼舌根 但其他那几位太太就不一样了 待会儿大家一起吃饭 不要给冯家丢人 坐在旁边的安迪发现 刚才那个 说要吃了她的江晴 好像被教训的不敢动 立马就开口 妈咪 他们抢我电视机 不让我看动画片 段颖在众目睽睽之下 倒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偏心儿子 给姐姐看看怎么了 别这么小气 走 跟妈妈去吃饭 那我回来再看三集 好好好 看三集就看三集 眼见着客厅里的阔态们 都一部餐厅 冯南叔咬住嘴唇 想问问哥哥能不能走 他还是不喜欢待在这里 结果低头 却献江晴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正对着遥控器一阵笔划 小富婆好奇地凑了过去 就看到江晴用浏览器搜索了 怎么样 永久删除有线电视频道 他傻了一下 就献江晴把卡库动画 精英卡通一个个删掉 最后 只留下了几个CCTV 江晴 你是个坏蛋 我本来就是坏蛋 江晴拉着她的手 走 吃饭去 看看你后妈还有什么门儿子 两个人来到餐厅的长桌前 被安排在了边角处 然后就见那些阔太太 手握刀叉地吃着牛排 江晴按照以往的习惯 转头问旁边的庸人 要了把剪刀 将自己盘子里的牛排 剪成了头子一样的小块 拿牙签扎着 喂给了冯南叔 见到这一幕 周围那些珠光宝气的太太 都在在偷笑 李太太刚刚还觉得她面熟 现在想来应该是错觉 她没有的机会 能见到这种人 段颖就在旁边看着她 也觉得有些无语 于是忍不住拿这次投资的事情 转移了话题 她的侄子段文昭 在拿到了冯氏集团的投资之后 马不停蹄地就开始扩张 本来在大学城这个市场 饿了不是压他们一头的 但随着现金流的补充 饭点APP直接就盖过了饿了布 尤其是前段时间 还得了个最受大学生 欢迎APP的称号 其实这个成就 在整个外卖市场当中 算不上什么 就是一个大学生交友论坛的排行榜而已 但段颖却很骄傲 目前的市面上 跑在最前面的外卖平台 除了拼团外卖 就是饿了吗 她觉得 饭点既然能在大学城市场 压饿了布一头 那么在全国市场 肯定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江秦在角落里听了半声 并随手又为了她的小富婆两口 饭点APP应该很快就没了 段颖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江秦 什么 江秦抿了下嘴角 阿姨知道拼团吗 一个发家于大学生市场的团购网站 他们在大学生商圈 有着很深厚的基础 尤其是他们那个老板 帅得如同彦祖一样 然后呢 大学城市场 一直都是拼团的自留地 外卖这一块也不例外 如果江彦祖今晚决定 下沉大学市场 饭点三天之内就得垮 段颖微微一笑 拼团外卖我听文昭说过 但他才厉害 也不过是和饿了布并驾齐驱 你知道饿了布吗 江秦点点头 知道 我经常用饿了布点外卖 文昭的商业能力 是被南叔的爸爸肯定过的 他既然能在大学城 打得过饿了布 那么同一梯队的拼团外卖 怎么可能三天内搞垮饭点 你不懂不要乱说 别让大家看了笑话 江彦祖要是下定了决心 结果肯定会是这样的 段颖发现 他真的是一旦也不懂规矩 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南叔 吃饭的时候 做端正一点 我以前怎么教你的 你是大家闺秀 怎么和小地方的人一样 不懂规矩 冯南叔听到这句话后 颤了一下 抿住嘴角 缓缓坐直了腰 江琴瞬间就炸了 抬起头就要骂人 谁知就在此时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声 撕心裂肺的哭喊 把他的声音瞬间盖住了 在场的傅太太们脸色 瞬间一变 以为是安迪出什么事了 赶紧跑了过去 此时的安迪 正坐在沙发上崩溃大哭 妈咪 没有动画片了 全都是新闻 怎么会没有呢 我画了好几圈了 都没有了 安迪直接把遥控器扔出去 砸了个稀巴烂 段颖伸出手去 打算把安迪抱起来轰轰 结果下一秒 就被后面的刘太太给拽住了 怎么了 你看电视 江琴刚才把他们家的台 全都删掉了 只留下了几个新闻频道 而此时 关于互联网大会的新闻 正在播出 段颖一开始还没明白 刘太太让她看什么 但很快 一个刚刚还陷过的面孔 就出现在了电视的屏幕上 在那一瞬间 段颖悬以为自己是看错了 直到看见那个人 眼角下方的肋质 两个庞扶不处于 同一个世界的形象 才逐渐开始重合 我对钱没有兴趣 创办拼团 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我一开始 只是想做点小生意 是的 我有一个太太 很漂亮 未来 拼团和京东 小米 甚至阿里巴巴 腾讯 可能都会有业务上的合作 刚才和马总讨论过 我觉得 云记算会是很有前景的事业 我们两个后续会再聊一下 镜头前 江琴西装革履的出现 阴挺而清秀 眼眸明亮 嘴一脚微痒 每一个表情 都带着一种耀眼的自信 旁边的麦克风 争前恐后地往前地 上面带着各种台标 网标 而在蛇山庄园的别墅客厅里 所有的太太 都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眼神盯着电视屏幕 看着那个长相普通的男生 在新闻中不断出现 段影难以置信地 抿住了嘴角 表情木讷地 走到电视机前 用下方的按钮 重新换了个台 结果也是差不多的新闻 和阿里巴巴主席 马总台上对话 和联想刘总亲切握手 与京东商城的 刘强东交头接二 又和小米的雷总 互相调侃 短短三分钟的剪辑镜头 刚才用剪刀剪牛排的 那个小伙子 就好像是变了个人 侃侃而谈之间 充满了优雅 而这三分钟 在他们的眼里 就好像有一个世纪 那么漫长 跟江青来开会的 开会 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聊聊做什么赚钱 吹牛逼的成分居多 我爸是卫生局的科员 我妈是机关招待所的服务员 段影对着电视看了许久 然后机械式地转头 看向餐厅的方向 此时的江青已经站了起来 手里握着刚才吃牛排的剑刀 咔嚓一下 把桌上的插花银头剪断 然后嘴角微微仰起 拉着冯南输出了别墅门 跟在旁边的傅太太 咽了下口水 又回头看了眼电视 刚才那句话 庞福还回荡在耳边 只是其中的称呼忽然变了 如果江彦祖要是下定了决心 饭点肯定活不过三天 如果我下定决心 饭点肯定活不过三天 求月票 我二 客厅里的气氛沉默了许久 安迪哭到没人在意 忽然就老实了 此时也不知道 是谁掀起的头 窃窃思欲声 在客厅里逐渐响起 刚开始只是简单的几句 随后开始变得密集 他就是江青 是 跟电视上一模一样 我刚才都没感认 饭点好像被盯上了 我的天啊 段隐刚才话里话外 都是阴阳怪气 还想给人家 立个大户人家的规矩 又当面指责人家 我听我老公说 飓风资本刚刚投资了饭点 他和拼团是竞争关系吗 竞争 饭点可打不过拼团 虽然他刚才说三天有点吹 但这笔投资 要出大问题啊 蛇山庄园的傅太太团 一阵窃窃私语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而段隐 则有些失了神似地 坐到了沙发上 目光逐渐开始无法聚焦 七八线的小县城 街上连个车都少见 你要懂点规矩 不要给冯家丢人 段隐确实是看江青 出身小城市 以为他见识少 会被大户门庭给吓住 才打算给他们俩立立威 还自称为皇亲国戚 可和新闻里的画面放在一起 他就觉得 居高临下的自己 在对方眼里 或许就是个张牙舞爪的小丑 以至于整个脸色 都有些发青 可他至今也没能理解 孤僻而自闭的冯南叔 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段隐回忆着 刚才那人给冯南叔 喂东西的画面 眼皮一阵狂跳 其实他一进来的时候 我只看了一眼 就觉得像 你这不是马后炮吗 刚才怎么不说 段隐都剃到人家脸上了 他 长得又不像马总那么有特点 而且那么年轻 谁会往这方面想 确实 他也没穿西装 段隐听着旁边 窃窃私语的声音 处于一种虚幻感中 无法脱离 而站在客厅里的各位太太 一个个你捅我我捅你的 最后拿起包 悄无声地离开了冯家的别墅 此时 客厅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段隐的思绪 才渐渐回到现实 发现周围已经空无一人 没事 段隐深吸一口气 震惊消散 回复理性 稍稍平复了内心 没事 拼团就是个做网站的 冯氏的生意这么大 涉及地产 风头 甚至大到可以横跨大洋 去海外做生意 在拼团面前 肯定也是遥不可及的庞然大物 只是 冯南叔 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段隐觉得无法理解 把端齐的水杯捏得紧紧的 正在此时 门外忽然有一阵引擎声传来 黑色的劳斯莱斯 缓缓停住 公叔开门下车 从后座浮出了满身酒气的冯氏荣 来到了客厅 氏荣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段隐迅速调整了表情 旁服没事一样 吩咐庸人去准备醒酒汤 冯氏荣用双手撑着沙发垫 网上坐了一下 来的人挺多的 既然是我坐东 当然要多喝几杯 只可惜 拼团的姜总梅 给我这个面子 段隐看着冯氏荣 咽了下口水后开口 拼团不就是个做网站的 怎么架子端得这么高 连你的面子都不给 冯氏荣转头看了他半晌 冯氏手下的公司 现在都只有一个空架子 和具有完全生态链的拼团商业 怎么比 他不给我面子正常 咱们冯氏还不比不上拼团 开玩笑的吧 现在的冯氏 也许比拼团有钱 可就算把旗下产业都架在一起 影响力和估值 都没办法和拼团比 冯氏荣揉了揉太阳穴 对了 我明天一早要去京都 喜悦城那边的巷苗动工了 我要去剪彩 公司的事情我交给蔡明了 你之前不是说想学做生意 可以问问他 好 你献过南叔的男朋友了 段银点了点头 挺挺不错的 冯氏荣看了他一眼 你以前也是这样的 只要是关于南叔的事 你都说好 我可是不信的 等我剪彩回来 亲自考察考察他吧 户上的夜空雷鸣震震 一场小雨迅速落下 细微的雨声 在浓郁的夜色之中 变得油味清晰 草坪上柔软的草叶 被雨水打湿 湘堤湖暗一片烟雨朦胧 水气阴暈 在湘堤别墅A06栋 客厅里有橘黄色的灯光洒落 温暖柔和 冯南叔就坐在客厅里 把江琴的新闻 回放了十几遍了 虎着个小脸使劲看 似乎要把每一个头发丝 都看清楚 一晚上了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回来的时候 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现在一点也不难过了 是的 我有一个太太 他很漂亮 小富婆光着脚踩在沙发上 就还像个面若冰霜的 高冷白富美 但是动来动去的粉嫩脚趾 却出卖了他真正的情绪 一看就知道 心里藏了个愉悦到 摇头晃脑的小猫咪 秦静秋在旁边看得想笑 冯南叔啊 你要把电视给看烂了 还没烂 小富婆一本正经地回应着 然后举起遥控器道回去 再看一遍 秦静秋忍不住想逗他 又没提名提姓的 你怎么知道 江琴说的那个漂亮太太是谁 沈沈你说的对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可你的表情明明在说 他的太太就是我 冯南叔眯着眼睛 看向秦静秋 心说沈沈是个坏人 都已经出卖我好多次了 与此同时 在507的宿舍群里 关于江琴说 我有个太太的表情包 也在疯狂刷屏 高文会完全没想到 他们的恩爱 竟然能嗅到电视上去 磕到脑子发麻 和王海逆两个人 在群里不断地磕言磕语 最后 连已经去实习的范淑林 都加入了进来 江琴的太太到底是谁 而最惨的那个 是曹少爷 直接被隔着 屏幕姿的爬不起来 他一晚上都没敢去食堂 没敢刷知乎 连手机都没敢拿出来看 就躺在床上 带入到江琴的视角 爽到发癫 当然了 曹少爷嫉妒的点 还在于江琴装逼不带他 就知道提冯南说 就知道提冯南说 为什么不提我 那些记者也是 只问江琴有没有太太 也不问问有没有 富贵逼人的社友 不过这件事 说来还挺有意思的 江琴这个嘴巴硬破苍穹的狗祸 从没承认过 自己和冯南说谈恋爱 问就是朋友 问就是纯洁的友谊 但是 当他说自己有个漂亮太太的时候 虽然没提名提姓 但周围人的脑海里 闪过的都是冯南说 甚至没有其他的选项 砰砰砰 晚上十点多 别墅的木制楼梯上 换了衣服的冯士华走了下来 坐到了客厅里 看向自己的老婆 她刚才在书房里思索了许久 此时的心态有些愈结 而秦静秋白太眼 眼神略显冰冷 现在认清现实了 认清了 今晚能回主卧睡吗 不行 冯士华叹了口气 江琴说得对 大哥那边以后不用指望了 他也许根本就不在乎男书 秦静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我早就说过 和段椅那种人待在一起久了 还能有什么好人 冯士华转头 看向坐在不远处的侄女儿 深吸一口气 没有见到爸爸的侄女儿 好像并没有很失望 依旧像往常一样 还是表情乖巧 似乎没太多的情绪 但他们都知道 侄女儿的这种表现 是失望的太久了 也许从她 被冯士荣交给段颖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再也没对自己的爸爸 抱有过希望吧 幸好的是 她现在有江琴 可以作为依托 不然的话 冯士华真的没办法想象 冯男书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对了 江琴呢 在门外打电话 打了个快半个小时了 跟谁 好像是公司里的人 在安排什么东西 两个人正说着话 江琴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随手翻包 找出了充电器插上 然后坐到了客厅 秦静秋转头看向他 公司有事情要忙 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吃饭的时候 听南叔的后妈说 巨峰资本 投资了一个叫做饭点的APP 创始人是他侄子 这个饭点 目前在做大学生点餐业务 据说发展得不错 大哥投资的 江琴一边点头 一边揉揉太阳穴 然后我刚才安排了一下 拼团外卖 明天正式开始下沉大学生市场 冯士华听完后 看了冯男书一眼 你们吃饭吃得不愉快 他到现在还想教小富婆规矩 那我就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才叫规矩 虽然我 最不讲规矩 听到这句话 秦静秋和冯士华对视了一眼 忽然明白 江琴今天去的真正目的了 什么户口本 其实只是个名头 以他现在的身价和地位 别说没户口本能不能结婚 就算娶两个 都有办法操作 所以 他答应去献冯士荣 只是为了亲眼看看 冯男书的亲爸和后妈 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结果断影聪明一事糊涂一时 这下算是捅了娄子 江琴这个人 平时吊锅当的 真的很少生气 但完全见不得冯男书受一点委屈 秦静秋看了冯士华一眼 又看向江琴 可惜 你没见到男书的爸爸 也没表现了 他今天要请拼团总裁吃饭 忙得很 对女儿女婿 我是说女儿的好朋友 也就是我 并不在意 冯男书盯着电视 假装没听见 心里叨叨着 女婿女婿女婿 夏日 宁静的夜晚 一切似乎都在安睡 而在拼团内部系统里 下沉大学生市场的任务 被一键下达到所有部门 第二天一早 地推开始在学校周围的商圈聚集 业务组也专门分出一部分的人员力量 来应对接下来的行动 到了黎明时分 拼团外卖APP 入驻大学城 学生优惠季的活动正式开始 一场风暴 迎头来 饭点刚刚拿到的那个最受大学生 欢迎APP的头衔 瞬间就被撤掉 下载链接也从排行榜上直接被删掉 凌川商榜的品牌在孵化期 是依托拼团在大学城的团购业务发展起来的 所以 喜汉和亲的商业闭环 在大学城周围的最丰富 也是最完备的 就在拼团外卖决定下沉大学城市场的时候 饭点APP的多个热门商户显示休息 汉堡黄关店 喜田关店 杨继关店 仙惠先生关店 零食便利店关店 随后 黄袍加身的骑手 开始出没于大学城周边 流量开始直线下降 尤其是喜田 汉堡黄这样的高流量商户闭店之后 连带着其他门店的订单也开始陆续减少 互联网商业里最不讲规矩的那个 开始下场讲规矩了 大学城拥有自己的商圈 与整个城市的商业环境并不处在同一个生态系统 所以才有天然壁垒这一说 以大学城附近的商业类型丰富程度来讲 即使脱离城市商业 也可以自行运转 拼团当初就是借助大学城的掩护 不断积聚力量 而后在全国市场打出了无数计声猛的组合拳 奠定了自己团购霸主的地位 所以 把大学城说是拼团的沃土一点也不过分 再加上大学生领域垂直度最高的社交应用 知乎校园也是拼团的 所以在这个领域 整个拼团系几乎是言出法随 这 其实也是口碑外卖 百度外卖一直都不愿意碰大学生市场的原因 在这个独立的市场 很少有人能干得过拼团 饿了不后期下沉大学城市场 不是觉得自己和拼团外卖有一战之力 只是因为 他需要更高的市占率来融资 那么大学城这块市场就不得不做 哪怕做了之后丢了 只要融资到手 他们也不算亏 换句话说 所有人都知道拼团外卖不做大学城 只是暂时的 等到他们想做了 这个地方很难有对手受得住 但是谁也没想到 拼团外卖会选择在这个时间下沉 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两个月就到暑假了 暑假期间的留校学生其实很少 外卖平台在大学城的业务会瞬间陷入低谷 这是无庸置疑的 在口碑外卖 百度外卖 饿了不得看法中 拼团外卖下场的最好时机 其实是在9月开学季 新生入学 正好给大学城灌入新鲜血液 出入大学校园的学生 对什么都好奇 推广工作也会好做得多 但 拼团就是在这不前不后的4月末 忽然下场了 一般来说 一个新对手下场 在短时间内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拼团外卖 却像是携风雷之势而来 开局就猛如天青 早已经被证实 是凌川商帮成员的几个品牌 此刻演都不演了 直接就进入了 拼团外卖独家页面 首先是爆火全国的喜甜奶茶 立刻推出了 仅拼团线上渠道 可以购买的三款新品 汉堡黄也为拼团外卖 推出了巨华算套餐 零食便利店的利润点比较低 一般的配送都会收取配送费 但在拼团外卖却完全不用 最关键的是 使用拼团外卖并不需要专门去下载APP 因为拼团外卖端口 已经介入到了拼团的主体APP当中 大学生本来就喜欢唱的K 看着电影聚餐吃个火锅 拼团可以说是这个群体 离不开的软件之一 于是独家商户作件 知乎线上声援 还无需下载APP 大学城市场 一整个杀疯 坏了 好像是说我来的 饿了不总部 收到消息的张旭豪脸色突变 上次搞补贴花了不少钱 但接出来的果子直接被江晴拿来罢尼 所以 他们现在的资金链又陷入到了紧绷状态 目前的腾讯把业务重心都放在微信推广上 又豪之几亿扶持了腾讯视频 并没精力顾忌他们 所以 张旭豪也在不断地寻找新投资人 阿里在本月抛出橄榄枝 希望可以入股饿了不 给出的条件也很诱人 张旭豪很心动 目前正在和阿里方的李长明接触 脚都洗了好几次了 眼看着事情开始愈发顺利 拼团外卖忽然来抢大学生市场 可真的是让张旭豪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在全国市场输给拼团外卖一次 如果大学生市场也失手 阿里对于饿了不得投资 可能会无限缩水 因为阿里又不是傻子 不可能明知道 你干不过还要往你身上压住 张总 杨经理到了 请他进来 陈嘉兴去户上参加互联网大会的 外卖行业讨论会了 目前能和他在运营方面提提建议的 也就只有从大众点评过来的杨学宇 毕竟杨学宇曾参加过团购大战 有着好几次和拼团打对台的经验 也了解江青的风格 很快杨学宇就来到了办公室 表情有点苦瓜脸 妈的不出所料 怕是又要挨揍 他真的很害怕和拼团打对台 杨总 请坐 张总 您找我是为了拼团外卖入局大学生市场的是吧 张旭豪点点头 拼团这次下场毫无征兆 但是攻击力很猛 主管大学城市场的几个经理 有点力不从心 所以我想跟您取取经 杨学宇沉默半赏 烧钱吧 可是 我们的账上就剩下最后一笔运营资金了 张总如果信我的 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 把钱全都投进去吧 张旭豪沉默了半赏 能跟我说说理由吗 杨学宇组织了一下语言后开口 根据我对江青的了解 他从来不会草率下场 肯定是准备万全了 一出手必是组合拳 根本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 我们不能心存侥幸 必须全力以赴 听到杨学宇的话 张旭豪陷入了沉思 说实话 作为老板的他 不但要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还要顾全大局 把船开稳 现在有人建议他 把运营经费全力砸进去 这对他来说很困难 杨学宇看出了他的为难 再次开口 张总 我在入职大众之前 是拉手的员工 当初拼团进入全国市场 地推凶悍无比 所有人都打算等他的地推累了 砸钱把他砸死 结果 结果怎么样 结果他的地推确实累了 但却莫名冒出来一堆连锁合作品牌 直接借着那些连锁品牌的门店 突破了友商的封锁圈 所以 面对拼团 不能有任何的侥幸 张旭豪思索许久 最后终于痛下决心 烧钱应战 于是在全国大学城市场 饿了布的暴力补贴活动 正式上线 准备应对江青迎面而来的组合拳 活动上线之后 饭点的用户开始飞速流失 订单量刷新了历史最低 老板 和您说的一样 饿了布开始烧钱了 杨雪宇前段时间去了饿了布 陈嘉欣也在 他们知道我的风格 所以 害怕我还有后手 见到我下场 肯定会有应急反应 烧钱手类很正常 而且 饿了布正在融资 绝对不敢丢了大学生市场 叶子清若有所思地想了想 那接下来呢 江青眯起眼睛 按兵不动 等饿了布烧死饭点 可是 我们如果不参与的话 饿了布很可能会吃掉饭点的 大部分市场份额 我不在乎 市场份额后期可以抢回来 但这一次 只要饿点没了就行了 叶子清抿了下嘴 可万一饿了 不烧不过饿点呢 江青扎扎嘴 那我们就亲自下场补一枪 别让他受苦 老大和老二打架 死得往往是老三 这是个绝对的真理 拼团外卖 有大批的品牌商户 那些商户 还为拼团制作了独家限定套餐 所以 就算他不烧钱 短时间内 也不会被赶出市场 但是饿点有什么 拼团外卖下场 刚让饿点 失去了一大批的顶流用户 现在饿了不又起了应急反应 迅速烧钱 那饿点要怎么活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比饿了不烧得更狠 江青就是要用饿了不的应急反应 去空耗掉飓风资本的那笔投资 而此时的饿点总部 所有人的头皮都抹了 先被拼团夺了商户 又遇到了饿了不疯狂烧钱 他们也只能把刚到手的资金烧了进去 但他们 到底是低估了大学生 大学生这个群体 有东西是真敢吃啊 补贴大战全面开启之后 这个市场就像是一个无底的黑洞 资金开始疯狂流失 大学生们都乐颠了 心说活这么多年 还真他妈见到了活菩萨 于是 什么补贴高吃什么 哪家便宜吃哪家 一天三顿 胡扯 五顿都打不住 而拼团外卖分战的大学 成运营部也收到了上级要求 不吃饿了不了 改吃饭点 段文昭都疯了 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段少 我们的优质商户 本来就被拼团抢走了很多 这钱我们烧不起 要不还是算了 算了 算了的话 我们就没了 饿了不疯狂优惠 拼团外卖有独家套餐 我们有什么 用户肯定会迅速抛弃我们 但是段少 这才一天 我们刚到手的钱 就烧掉一半了 这是我们 拿去开辟全国市场的钱啊 段文昭坐在椅子上 喘息了许久 难道饭点 一直都这么脆弱吗 在段文昭迷惑不解的同时 饿了不得张旭豪也很猛 组合权呢 说好的拼团组合权呢 难道 拼团不是冲我来的 不过 饿了不好笑 要统一大学城市场了呀 张旭豪知道 这次不能迟疑 于是立马继续推进 三天的时间 饭点拿到的投资 烧没了大半 但真正雪上加霜的事情 来自于桑静波 段总 商户要求我们提前接款 并拿出一笔保证金 为什么 这三天烧得太狠了 他们怕我们烧红了眼 把他们的那一份也烧进去了 所以不解款的话 就不愿意继续做了 段文昭气得不行 胡说 我们明明还有钱 桑静波抿了下嘴角 但是 知乎上有个帖子 说咱们马上没钱了 要薅羊毛地赶紧上车 这个帖子的热度很高 在差不多的时间 被转发到了各个大学城的商户群 这种谣言 他们也信 之前团购网爆雷的事情不少 都是一不小心把自己烧穿了 然后拿着商户的钱跑路 这些做生意的 现在都怕了 自从江晴 到过冯世荣的别墅之后 段隐的心里 其实一直都有种不安的感觉 心神极其不宁 尤其是他说 拼团外卖如果下场 饭点熬不过三天的那句话 如果这只是一个 普通的小镇青年说的 那只能看作是一个 局外人的纸上谈兵 和无理揣测 但 近几天的新闻 一直在提醒段隐一个事实 拼团是他的 所以 在段隐接到段文昭的电话时 那似有若无的阴影 就好像忽然实体化了一样 迎面而来 让他心中的那份不安 彻底化为现实 姑姑 我没钱了 怎么会没钱了 你姑父不是刚刚投了钱给你 是拼团外卖 他们忽然来抢市场 把饭点的一大批 优质商户都抢去了 还有饿了不 他们也开始烧钱抢市场 我们快要扛不住了 饭点的合作商户 现在要求我们提前接款 但我们现在的资金练绷的很紧 再这样下去 连正常的运营都维持不住了 段文昭很慌 光听声音 就能听出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他们本来是要 拿着投资去开辟的全国市场的 谁知道钱一到手 大学生市场就变成了火坑 不烧钱 原本的市场就没了 烧钱 顶不住自己就没了 饭点的所有人 现在都是焦头烂额 只能把希望放在了 巨峰资本身上 他们能感觉到 饿了不现在也是外墙中前 一直在硬撑 如果能撑过去 饭点说不定可以瞬间翻盘 听到侄子的话 段影捏着双手 沉默不语 他忽然又想起了 那个人在饭桌上 用剪刀把牛排剪成碎钉的画面 呼吸开始变得有些沉重 三天 真的就只有三天 饭点竟然就已经扛不下去了 此刻段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男生 从一开始 就不是为了跟冯南书来见家长大 他压根没把他当长辈 也没想过要得到长辈的认可 他那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给冯南书撑腰的 那个女孩从小被自己控制 连笑都不会 一副胆小如鼠的样子 每天就只会躲在房间写日记 可忽然之间 竟然有人宠他了 而宠他的那个人 真的只用了三天 就让巨峰资本的投资 全部化为了泡沫 姑姑 您还在吗 我听到了 你需要多少资金 两千万 饿了不绝对坚持不住 只要顶过去 耗空资金的饿了不就废了 然后再追加一千万 我可以吃掉整个大学生市场 段影沉默许久 那拼团外卖呢 段文昭深吸一口气 姑姑 我现在打得这么难 是因为我的商户被抢走的很多 但如果我能有足够的资金 吃掉饿了不的市场份额 最起码可以和拼团外卖五五开 你确定 现在还有机会能赌一把 但如果放弃 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段影陷入了沉思当中 开始分析其中的厉害 如果他不帮侄子融这笔钱 那么饭点就真的没了 虽然这笔投资 是经过老公允许的 可公司里的人都知道 被投资者姓段 是他的侄子 资金到手三天 平台被打崩了 所有钱都化为泡影 他不只会失去了 参与逢侍生意的资格 甚至可能会被整个公司的质疑 最关键的是 他接受不了那个 被自己控制了十几年的妓女 如今竟然可以骑在自己头上 我可以帮你筹一千万 太少了 先筹一千万 你先去做 剩下的我会想办法 段影没权利用巨峰资本 继续为饭点融资 毕竟上一波融资刚到账就没了 这件事没办法解释 但幸好他自己 也有一部分积蓄 于是 饭点立马派人把剩下的资金 进行了提前解款 稳住了商户 开始反攻 而事实正如段文昭预料的那样 饿了不确实是扛不住了 补贴力度忽然开始减弱 用户开始不断回流 想打时间差的想法是好的 但可惜拼团没给他这个机会 两个平台的局势逆转 彭扶是一个信号 拼团外卖正式开始烧钱入场 江青的举动 本来就是大肠紧盯的这 拼团外卖 又在一个并不算合理的时间下场 所以 关注度一直很高 而大学生市场的忽然混乱 更是让目光开始聚集 大家所期待的剧情 本来是饿了不和拼团外卖 这两个最有实力的对手 开始打对台 但此刻才发现 好像不对 因为拼团在大学城市场萤火之后 并没有按头打压饿了不 真正打起来的 反而是饿了不和饭点 现在 饿了不有点扛不住了 而饭点似乎要翻盘的时候 拼团忽然开始烧钱了 众人这才一脸诧异地想明白 原来拼团有始至终的目标 都是饭点 并不是饿了吗 我草 好狠 我草 快捂住眼 我心善 看不了这种场面 离远点 血容易溅到身上 三天之后 又是一个三天 拼团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比饿了不更加夸张 简直是一顿连销带打 掳在墙根里揍 而最致命的是 段文昭太急了 在得到姑姑许诺的一千万之后 他立马开始烧钱作战 打算迅速吃掉 饿了不得用户和骑手 可两边夹住之后 他们的资金再次紧绷 一千万到账 转眼化为市场的灰烬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当段影再次接到 段文昭崔资金的电话时 他才忽然意识到 他们已经陷入了 赌徒心态当中了 再加一笔 肯定翻盘 再加一笔 把输掉的全部赢回来 但是烧钱做补贴的时候 平台是没有任何盈利点的 也就是说 饭点即使有一个 无限的资金库 却也没有任何的回血能力 而在饿了不和饭点 对烧的那三天里 拼团实际并没有闲着 经理带着地推组的王者 钻石们将周围的商家逐一整合 迁进了拼团供应链 也就是说 不管饿了不烧钱做补贴 还是饭点烧钱做补贴 拼团供应链 都在从商家那头赚钱 这个比赛 拼团可以永远跟下去 但饭点撑不住了 周六的清晨 喧嚣逐渐落幕 饭点烧出了差不多 一千万的坏账 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而此时拼团 占据了大学成60%的市场份额 饿了不和饭点各胜20% 而这个比例的差距 每时每秒都在扩大 正在观望的其他家 至今也没看懂这里面的操作 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拼团就是为了搞饭点才下场的 饭点 没了呀 是啊 那个江琴 真的是说到做到 听说断影的私房钱都烧没了 他前段时间还问我筹资金呢 幸亏我没答应啊 拼团是从5000多家团购网站的 狮山血海里蹚出来的 他侄子真的是疯了 敢跟那种企业打对台 刘太太的生辰宴上 之前在冯世荣的别墅打麻将的几个太太们 凑到一起 忍不住对自己听到的消息 一阵唏嘘 窃窃嘻嘻语声不绝 而段影则坐在一旁的角落里 眼神开始发震 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 比如 他把那个女孩丢在游乐场 然后出去购物了一天 回来时看到的那张满是恐惧的小脸 比如 那个小女孩从外面捡的狗 被自己派人摔死的时候 他那抿着嘴 不敢说话的表情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 段影的脸色阴沉不已 抬起头 却看到周围的几个太太 正看着他窃窃私欲 而此时的相提别墅内 秦敬秋也收到了关于饭点的消息 在看过一遍之后 悄悄把手里的文件夹盒上 递给了冯南叔 江秦不让我看幼儿园的报名资料 不是幼儿园报名资料 是别的 看一眼 冯南叔坐在床上 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 接过来开始翻看 里面是关于饭点 这次遭遇烧钱大战 被饿了不显虐后 又被拼团亲手终结的全过程 冯南叔看完之后 有点茫然 秦敬秋看着他 饭点是你后妈的侄子做的 还往里头了好多钱 江秦知道 你后妈对你不好 所以就把这个饭点给搞垮了 以后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 江秦是个老婆奴啊 冯南叔傻了一会儿 然后抿了下嘴 江秦最疼我了 那当然了 你是他的漂亮太太啊 噓 我们是好朋友 周日的清晨 冯世荣刚在京都忙完 喜悦成德的事情 又和几个当地的合作公司 及承建单位 连开了两天的大会 敲定设计图纸 处理搬迁事宜 参加动工剪彩 还有最重要的前期招商 整个四月末 所有事情他都亲力亲为 忙得不可开交 当他回到户上 听说饭点被打垮的时候 整个人都还是猛的 他刚刚投了钱啊 怎么说没就没有了 最关键的是 他是被拼团针对到没有的 这简直离了大谱 冯世荣当初就和段文昭说过 你现在还很弱小 走向全国市场的第一步是低调 千万别被第一梯队的平台盯上 保持现在的发展事态低调展业 怎么忽然之间 他们就惹上了拼团这种级别的对手 另外 拼团的做法也让他难以理解 因为现在的外卖市场还在憨战 除了恶恶不之外 百度外卖也发展得很快 可以说是紧追其后 拼团外卖想做整个赛道的霸主 不去和这些友商打对台 却盯上了在大学城的一个 不太知名的平台 这简直不合逻辑 就好像见在市区的大型超市 忽然觉得某个乡镇的小卖部不顺眼 于是开始针对他 这是什么道理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拼团会盯上饭点 两个平台的业务区没有冲突 而且饭点现在 也算不上是拼团的对手 这根本没道理 这 有话直说 负责巨峰资本投后管理工作的是 前项光潜经理 见到老板一脸严肃 最后支支吾吾地开口 公司这两天里都在传 说拼团的老板是您女婿 求月票 二 自打公司的阔太们 从冯世荣的家里出来后 关于拼团总裁 是冯总女婿的说法 就在公司里流传开来了 而且 传得有鼻子有眼 不到三天 就已经人尽皆知 可是刚开始传的时候 这个消息是没人相信的 拼团总裁 如果是冯家的女婿 那冯氏需要这么费劲巴拉的 去投资外卖超人 那个22岁的团购暴君 明明就是互联网商业领域 最为锋利的存在啊 他踏着尸山血路 摘掉了团购大战的桂冠 深入布局社区团购 并迅速建立了城市供应链 几乎成为了O2O市场的寡头 有这样的女婿 冯总还需要舍尽求援 她只要愿意给冯氏引个路 稍微替飓风资本把握一下方向 那不就赚嗨了 所以 这个传言根本没有可信度 也就一直没人当回事 但随着饭点被拼团外卖 按在市场里一顿暴走之后 大家又不得不再次去审视 这个传闻的真实性了 是不是女婿不知道 但饭点名不见经传 却能让拼团专门下场针对 看来拼团总裁和冯家必有关系啊 只是这个关系 好像一点也不和谐 而冯氏荣 再听到这个传闻的第一个念头 也是难以置信 觉得这个世界好像疯了 这个谣言是从哪传出来的 我记得好像是蔡总先说的 她 蔡明是冯氏集团的首席财务官 也是所谓的CFO 她的太太 也是是段银首要拉拢的闺蜜之一 据说 这个传闻一开始 就是从她那里流出来的 冯氏荣沉默了片刻 立马叫人去请了蔡明 冯总 您回来了 喜悦城的项目还顺利吗 还算顺利 不过蔡总 拼团的江总是我女婿 这事儿你是从哪听说的 蔡明愣了一下 我太太告诉我的啊 她最近不是经常去和你太太打麻将 难道您还不知道 冯氏荣沉默了一下 我这些年一直在国外 男叔她在国内上大学 我对她的感情生活 确实不了解 不过 我觉得 这应该不太可能 可是 这是我太太亲眼见到的呀 蔡明坐在沙发上开口 周一的时候 我太太在你家打麻将 见到你女儿 带着男朋友回家 她一开始不认识是谁 结果后来看新闻才知道 那个是拼团的总裁 冯氏荣思索半晌后开口 什么新闻 互联网大会 青年企业家江晴 面对镜头 表示自己对钱没兴趣 冯氏荣听完之后 靠在椅子上沉默了许久 眼神盯在桌面的日历上 许久都没一开 上周一是互联网大会的第一日 那天晚上 她托小米科技的总裁 帮她牵线 想请拼团的江总吃个饭 但等她去了之后 京东的刘总却说 江总要去献个长辈 没办法前来 而蔡明却说 她太太见到了女儿 带着拼团的总裁 去了她的家里 也就是说 那晚自己心心念念的江总 以女婿的身份去了她家里 而她却觉得 生意更重要一些 于是生生错过 天底下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哪怕是听到蔡明的证明 冯氏荣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会不会是搞错了 不会的 那天晚上 你女儿的男朋友 和我太太他们同席吃饭 期间聊到了饭点的事情 那个平台 不是你太太的侄子 在做吗 她好像就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说如果拼团下场 饭点坚持不了三天 蔡明瘫了瘫手 这不吗 饭点没了 冯氏荣还是不能理解 我最纳闷的就是这件事 如果真的是一家人 何必弄成这样 冯总 这是您的家事 我肯定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冯氏荣觉得 自己的头绪已经乱成了一团 于是拿起外套 就走出了办公室 自己出国这几年 一直都是拜托冯氏华 和秦静秋照顾女儿的 在这些事情上 他们应该知道更多的事情 冯氏荣进入电梯 头脑暂时清明料一些后 心脏忍不住开始蓬蓬乱跳 拼团的总裁 是南叔的男朋友 是他冯氏荣的女婿 如果这件事确认无疑 那巨峰资本的未来 岂不是有了一个 绝佳的领路人 冯氏荣有些按耐不住 飞速跑到了停车场 然后上了车 不过就在他坐下的时候 放在后排的那本 绝世坠续傲苍穹 忽然映入了他的眼帘 冯氏荣的表情瞬间一愣 像是冥冥中察觉到了什么 于是抬头看向了公书 脑子闪过了很多的画面 绝世坠续是什么 就是一个没钱没房没车的 三无少年 入坠豪门 但实际上 他比这个豪门还有钱 大爷 您对绝世坠续什么看法 这不都是胡编乱造吗 如果是真的呢 冯氏荣盯着风皮看了许久 然后正正地看着公书 公书也从车内后视镜里 看到了冯氏荣的脸 于是虎着老脸 眼神撇向一边 学大小姐 装傻 公书 南叔的男朋友是江晴 这件事 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 公书张了张嘴 你也知道了 冯氏荣瞬间睁大了眼睛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告诉我 公书犹豫了一下开口 我是觉得 您如果关心大小姐的话 早晚会知道的 根本就不用别人告诉 我其实也挺奇怪的 明明大家都没刻意隐瞒过 可大爷 您就是忽略了那么久都不知道 冯氏荣的喜悦 瞬间消失了一半 我刚接手了冯氏 这段时间一直都很忙啊 四年前的时候 冯氏是二太太在打理的 有一次二太太送大小姐去上大学 路上撞见了孤爷 小姐当时不想让人知道 我就加快了速度 从孤爷面前一闪而过 公书的声音在车内不断响起 可您猜怎么着 等到大小姐下了车 二太太忽然问我 路边那个是不是江晴 冯氏荣抿了下嘴唇 眉心稍稍一皱 二太太和您一样忙 可是她知道 孤爷是谁 公书停顿了一下后又说 还有孤爷 他也是从商战里 硬开了一条血路 打遍了天下 才拿到了现在的成绩 但是孤爷每次出差 也都会多腾出时间 来陪陪大小姐 大爷 孤爷说您应该没他忙 停车场的空间挺昏暗的 公书苍老的声音 沉稳而缓缓 最后停止 冯氏荣坐在后排 沉默许久没有讲话 他还等着过去 献这个从天而降的女婿 为冯氏谋求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听公书的意思 江晴对自己 似乎非常不满 冯氏荣此时在后座锁着眉头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高中就认识了 四年前的暑假 大小姐和孤爷成了朋友 就经常一起出去玩 你也知道 大小姐从小到大都没朋友 就很喜欢黏着孤爷 我让你照顾好难说 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汇报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公书沉默了一下 我说了 我还做了个表发给了您 上面还有孤爷的照片来 那是我跟他们高中校长要的 孤爷那时候 还是长发遮掩的造型 只不过 还不是拼团的总裁 听到公书这么说 冯氏荣这才依稀有了些印象 但却无法想象 女儿当初随便交的一个朋友 竟然会成为了现在的拼团总裁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您说孤爷 公书想了想 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人也比较谦和 经常偷接学校的水龙头 给我洗车 看上去不像是霸道总裁 更像的相声演员 冯氏荣听完后 稍微轻松了一些 可公书的话 却并没有到此结束 但是 涉及到大小姐的时候 孤爷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他狠护着大小姐 我们群里经常说孤爷 是个老破奴 什么去 科学家 你是科学家 冯氏荣觉得 这世界快颠成他不认识的样子了 千方百计 想认识的拼团总裁 是自己的女婿 给自己开了几十年车的公书 竟然是个科学家 公书也不好解释 于是开口 那就是个群名 不过这不重要 冯氏荣抬起头 就是因为我忽略了男书 所以他对饭点 下手那么狠 什么饭点 孤爷来冯氏集团蹭饭了 这倒像是 他会做的事 公书和江燕祖身边的人差不多 闻到狗味 就觉得是孤爷来了 冯氏荣摇摇头 不是吃饭的那个饭点 是我投资的一个在线点餐平台 做这个平台的 是段影的侄子 就是你上次献过的 段文昭 哦 这个饭点怎么了 本来发展得很好 结果忽然就被拼团外卖 在市场上狙击了 现在资金链崩断 工资都发不出来 公书微微一笑 不愧是孤爷 冯氏荣眼神微愣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公书咳嗽一声 您刚才的问题 是什么来着 我想知道 既然是一家人 为什么拼团对冯氏投资的企业 下手这么狠 是因为您不在乎大小姐吧 她很生气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我觉得 这是孤爷替大小姐 还给大太太的 还给您的 可能还在后面 来点约票吧 其实有些话 公书很早就想说了 只是一直都没有一个 合适的开口机会 作为司机 原则上来讲 她不能随意地评判 自己主家的家事 但这次是冯氏荣主动要问 于是有些东西就说不住了 什么叫还给大太太的 段影怎么了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起了冲突 大太太对小姐不好 段影对南叔 确实是严厉了一些 对学业的要求也很苛刻 但哪个家长 不是这样教小孩子的 江晴就是为了这个报复她 那这和高中毕了业 转头回去做班主任的人 有什么区别 段影这个女人 高明就高明 在她做事 从来不会被人拿住把柄 公书其实很早以前就告过状的 但每一次告状 都被段影以为冯南叔好的理由 给遮掩过去了 什么流浪狗 不知道有没有病菌 为了冯南叔的健康和安全 迅速处理了之类的 派自己的亲信密书贴身跟随 不允许额外社交 可以说是控制 但也可以说成是尽职尽责 不让她吃零食 听起来更像是一件好事 大小姐被丢在游乐园一整天 还可以说成是她不听话乱跑嘞 中文语言 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啊 段影做了那么多年的教育工作 又俯修了心理学 对这种事 一直都是信守拈来的 后妈这个角色 在别人那里可能是很难当的 但对她来说 却是如鱼得水 后妈难当 我知道严厉一些会被人说闲话 但哪怕是这样 我也不会放着男叔不管 公叔觉得他这样的人 如果被扔到宫斗剧里面 肯定能活到大结局 后来 冯世荣和段影有了孩子 常居国外 公叔渐渐地就不会期望 冯世荣能为大小姐主持公道了 因为有些事情 被大太太颠倒黑白之后 冯世荣一旦信了 公叔在他眼里 就会变成那个爱说闲话 总扯长舌的角色 再这样下去 说不定他早早就被辞退了 辞退倒是无所谓 说实话 公叔也早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但是 如果他被辞退了 大小姐身边 就真的连一个自己人都没有了 那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他后来就不告状了 他和冯南叔一样 也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后 不再有所指望 说起来 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 先是冯南叔 而后是公叔 就在前几天 连冯世华也渐渐不再期待了 所以 公叔已经很多年 都不会和别人说起断影了 就像之前姑爷察觉到异常 问他关于大小家后妈的事情 他也是坚口不严 只能默默叹气而已 此时 冯世荣坐在车内 开始一言不发 经过了长足的沉默之后 公叔看了一眼时间 忽然开口 您还没说去哪 哪儿也不去了 让我静一会儿吧 我刚刚从京都回来 有些乏了 冯世荣本来是要去找冯世华的 但在和公叔聊了那么久之后 忽然就改了主意 他确实是对女儿有所忽略 这是不争的事实 被戳破之后 冯世荣自己也有所愧疚 不打算在这个时间 去除他们的眉头 但他仍旧觉得 自己刚刚接手冯世集团 无暇顾及庞氏并没有错 冯世集团旗下 有大大小小的公司 在职员工近万人 都在等着靠他吃饭 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 就是为了让公司及员工 有更好的未来 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他可以不被理解 但不会认错 另外 既然江秦是女儿的男朋友 那他们总会有见面的机会 那就来日方长吧 倒也不急于一时了 最重要的是 他如今作为冯世集团的总裁 也没必要上赶着 对拼团的总裁放低姿态 更何况 他是自己的女婿 正在此时 冯世荣的手机 忽然从口袋里响起来 打电话过来 是公司的副总 冯总 董事局觉得 互联网产业还是别碰了 为什么 两次投资都陆续失败 股东觉得 冯世现在不太适合入局 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发展方针 做地产周边行业的投资吧 比如酒店行业 冯世荣沉默了片刻 事情还在可控的范围内 没有那么严重 副总叹了口气 那些股东听到了一些风声 什么风声 他们听说拼团的总裁 不太喜欢您 所以 不希望您在短时间内 再投资互联网产业了 拼团虽然还算不上行业天花板 但大家都知道 阿里也在他们手里吃过亏 那他们听没听说 拼团总裁是我女婿 冯世荣冷声冷气地说完话 将手机挂断 饭点在外卖行业 虽然略有名声 但在整个互联网商业圈里 只能算是无足轻重 可拼团的这次下场针对 却引来了无数的目光 这一下子 不只是冯世的股东 有所顾忌 连之前结交的那些人 此时也纷纷打电话过来 问他是怎么回事 冯世荣只能推说是意外 并没有和拼团有太大的矛盾 后续会解决的 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 冯世荣最后也略感无力 于是就把来电接听 转移给了自己的秘书 他着实是没想到 拼团在行业内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仅仅是一次市场狙击的行为 就引来了那么多的关注 看来他确实 要避一下风头了 冯世荣准备转移一下重心 先稳住股东 公叔 回蛇山庄园吧 好的冯总 段银此时正在别墅的客厅里坐着 对面是在市场凶猛出击 最后获得了一个烂摊子的段文招 虽然生意失败了 但段文招不能像个没事人一样 撒手不管 这次来护上 是专门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两人说着话的功夫 冯世荣已经进了客厅 气氛忽然陷入了沉默 你不知道 南叔带来的那个人 就是江秦 我刚刚回国 又不是生意人 怎么会知道他是谁 要知道的话 我又怎么会 看着文招掉进坑里 算了 连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 只是 南叔好像很恨我们 段银抿住嘴角 放在膝盖上的拳头 渐渐钻紧 木有灵感 本章两千字 下午补上 偶尔 老挫深感内疚 这回没脸求约票了 下午再求 另外 我要改一下前文的bug 参加了互联网大会 给小富婆的后妈 带去了礼貌的问候 并实地看到了 拼团产业园的主楼框架 江秦的这趟户上之行 收获颇丰 而此时 四月已经匆匆结束 夏季悄然而至 凌川大学的 应届毕业生答辩 是5月13号开始 这也就是意味着 他们距离真正的毕业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江秦决定明天回去 不过在回去之前 秦敬秋和冯南书 前段时间订的一些家具 就陆续到货了 其中有一只木质的摇篮床 被工人师傅 从车上搬了下来 打算送到主卧去 这 让江秦有种一毕业 就要被骗走身子的济世感 怎么能买这种东西呢 胡闹 搬运师傅 正扛着摇篮床往楼上走 听到他的话之后一愣 您要不想要了 我们可以现场退货 您签了单 我们就随之拉回去了 江秦严肃地看着他 伸手掏出一包滑子 虽然用不到 但送都送来了 师傅小心班 用不到还是退了比较合适 我就喜欢花冤枉钱 可能 有钱人都有一点小癖好 搬运师傅看着他 沉默了许久 有种被滋了的感觉 然后扛着摇篮床上楼 此时 小富婆也哒哒哒地跑了上来 他今天穿了黑色丝袜 搭配着黑色小皮鞋 上面是短裙 和一件粉色的宝款卫衣 有点纯 又有点玉 亲眼看师傅安装好 他忍不住过去摇了一下 密起的眼睛里 有一种贼兮兮的感觉 不过当江秦 问他在想什么的时候 他就说不知道 我有点傻 冯士华和秦静秋 也随后赶来 感觉自己有些 看不懂年轻人的恋爱方式了 冯士荣回来了 嗯 听说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喜悦成正打算动工 冯士华昨天就知道 冯士荣回来了 但却再也没提过 和江秦见面的事 因为他觉得没必要了 他以前蛮期待冯士荣回来后 会多给冯南书一些关心 也期待着 断影能够为自己的过错后悔 但后来他发现 关心这个东西 和空间及距离都无关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该是指女儿的 有人会亲自帮他要 不给 他甚至会呲牙咧嘴地抢 最关键的是 这个人有能力 硬按着断影让他后悔 冯士华环抱双臂 目光落到前方 此时的江秦正 蹲在摇篮床前 晃了两下 嘴里发出一阵丝丝的声音 像是被什么东西烫着了一样 这个侧边的锁扣 是做什么 可以把这个板子放下来 然后把江爱南放在上面 方便给他换尿布的 冯南书说着话 把尾侧的木板放平 等操作完之后 看向江秦 发现他已经眯起眼睛 你不是说这个 是沈沈非要买的 小富婆认真严肃地点点头 就是沈沈非要买的 我都拦不住 那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是怎么用的 我聪 不对 我好像也不聪明 冯南书刚吐出两个字 被自己吓了一跳 立马改口 江秦看着他 心说 你好像跟 魔幻手机里的傻妞一样 还能随时转换自己的模式 沈沈 这个侧边的锁扣 是做什么的 秦静秋走过来看了一眼 我也不知道 好看的吧 江秦呕吼一声 转头看向冯南书 沈沈都不知道 就你知道 小富婆 你现在厉害了 随便拉个人 就敢让她背过 反正不是我非要买的 我也没有认真研究 更没有请教售后员 都没有 冯南书蹲在地上 默默地说着 江秦捏住他的小脸 说谎真的长长鼻子 小富婆摸了一下 你骗我 看来你不但认真研究了 还请教了售货员 冯南书眯起眼睛 都是省省钱的 秦静秋 那天 他和冯南书去逛街的时候 明明是这小丫头 看见摇篮床之后 就呼呼往前跑的 他那天穿了个高跟鞋 甚至都有点追不上 江秦沉默了一下 然后站起身 又摇了两下 忍不住一乐 接着又摇了两下 似乎摇起了心中 涟漪阵阵 冯南书蹲在旁边 仰着脸看着他 你好像有点不彭之心 你好像有点恶人心告状 冯南书仰头看着他 见窗外的阳光 洒落在他的左肩 忍不住眯起眼睛 不反驳了 他以前不敢来户上 哪怕是来看神神 都有些抗拒 因为从八岁之后 一直到高中转校 到冀州上学之前的这段时间 他都生活在户上 而且和后妈是朝夕相处的 所以每次来这里 他总会感觉到不安 很想赶紧回去 08年的十一假期 小富婆来户上看神神 就是因为慌慌着 想回去找江青 才让神神 发现了他有个一辈子的 好朋友的秘密 所以 繁华的户上 对他来说并不美好 但是他现在不怕了 因为他知道 只要有大狗熊在的地方 他都会被不讲道理地护着 他也可以开心 也可以调皮 不用再害怕被罚战 叔叔和神神都觉得 哥哥是为了替自己出气 才让饭点没了的 但冯南叔觉得 他也许只是想告诉自己 不用害怕 哥哥谁都敢揍这样的 小富婆眨了眨水润的眼眸 然后伸手推了推摇篮床 看他摇摇晃晃 下午十分 江青去了万众集团 请何一军和秦志环 到外面吃了个晚饭 这是之前就说好了的 只是中途 发生了很多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顿饭就耽搁了 眼看着马上就返回临川了 江青决定把这顿饭补上 老何现在 看见江青都不叫江总了 开口闭口 就是亲戚哥 拼团的主楼大楼什么时候能够完工 年底吧 我们把公司的所有力量 都聚集在你那个总部的建设上了 连万伤会的动工都推迟了 江青拍拍何一军的肩膀 都是一家人 何一军呵呵一声 我也是糊涂 选以为你想偷钢筋呢 到底还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 原来整个万众你都想要 江青皱着没看着他 怎么这么多俏皮话 你要考研 不说这些了 有件事告诉你 你之前不是让我增持大地影业的股份 我增持了 然后还引入了IMAX影厅 剧目影厅和杜比影院 打算用于万伤会的影院系统当中 我们是第一家吗 获得完整授权的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 这主要还是因为拼团 何一军开口 那些外国佬一开始不愿意给我们授权 但后来知道 你是背后的股东 就松口了 江青点了点头 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么有眼光 这笔投资 可是差点让我们的现金流断裂啊 放心吧 老何 会有回报的 大地影业是国内的一家院线公司 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电影院 也参与影片投资 大众点评当初打算用舆论站搞垮拼团的时候 很多知名商户忽然放了他们的鸽子 后来被证实是凌川商帮的品牌 其中就有大地影院 但是大地影城是深城的公司 跟凌川没有一点关系 却也跟着掺和了进来 让很多人都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但事实上 在互上第一座万众商城建设之初 江青就跟他们说过 影院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所以 万众集团拿了很多资金 对大地影业进行了入股 一座商场 如果能引进一个IMAX影院 或者剧目放映 影流能力肯定非同一般 尤其是后续的几年 电影行业爆发式增长 更是能为综合商业体 引来大批的流量 毕竟 战狼 可是拿到过57亿票房的呀 冯氏的喜悦成项目 目前也在和大地影业沟通 希望在他们的商城顶楼 建一个IMAX影院 这个素未谋面的冯总 看来有点眼光啊 秦志环此时提着两瓶酒进入包厢 听到这句话后一愣 那个素未谋面的冯 总不是你岳父 江青眯起眼睛 他不算 秦志环嘿嘿一笑 然后坐到椅子上 你岳父可不是有眼光 他是比较信你 这话是怎么说的 喜悦成这个项目 几乎完全照搬了我们 在京都的万众商城 在商城顶部盖影院这个方案 当然也被他们抄去了 江青拿起酒瓶 给何义军倒了杯酒 后续呢 何义军拿着酒瓶 给秦志环倒了一杯 又开口 后来拼团外卖 忽然下沉大学生市场 狙击饭点 外面都在传你和冯氏集团不合 大地那边很机灵 立马拒绝了合作 我没这个意思 我知道 但别人未必会这么觉得 要不然 喜悦成的招商工作 也不会做得这么艰难 这又是怎么回事 你想想 目前的主流市场的商业品牌 几乎都是 你在团购大战里 培养出来的那一批 何义军掰着手指头 目前火锅圈最牛的 就是咱们和李捞 最火的奶茶店 就是你好朋友的喜甜 更不要说什么先会先生 贝兰甜品之类的了 这些人 其实都在揣摩你的意思 喜悦成谈得很艰难 大型综合商城的招商 并不是建成之后才开始的 而是在动工的时候 就进行了 有很多的商城大楼 正在建设的时候 还会把已经招商成功的品牌 印在工地外围的挡板上 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品牌加入 但正如何义军说的那样 现在市场里最火的那些品牌 都是江秦一手孵化出来的 有的品牌 江秦还通过金丝南基金会入了股 现在都在传品团和冯氏不合 喜悦成想和他们谈合作 难得很 而当这些火热品牌都谈不下来 其他那些品牌就更犹豫了 因为没有那些火热品牌的流量 哪里有客源能分流给他们 江秦的嘴抽出了一下 你这么说 搞得我像个暴打老丈人的吴彦祖一样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算了 别聊这个了 我心善 听不了一点 秦志环站起身给他倒了杯酒 万伤会马上就要开始招商了 江总 你回临川之后 喊他们开个会 让他们各家 都派个经理过来选选位置 我们做初步的布局规划 这也就是喜悦成的招商经理不在 如果在 听到这句话 头皮肯定发麻 并伴随着泪流满面 他们招商 一家一家的谈都谈不拢 人家万伤会招商吗 不用跑 而是直接把品牌打包过来 真 汉的汉死老的闹死 江秦听完后 答应了下来 我这段时间 也在研究商圈新经营模式 正打算升级喜汉和亲4.0 这回算是便宜合总了 何一君嘴都歪了 你和冯南叔要是结了婚 你们就53%控股了 我他妈才是打工的那个 秦志环憨笑一声 随即开口 什么是4.0 你们知道汉堡黄有个疯狂星期四吧 知道 这个营销很刁啊 每个星期四 汉堡黄带来的客流量都要猛增一倍 江秦点点头 我打算让和李捞疯狂星期一 青花椒烤鱼疯狂星期二 西部烤肉疯狂星期三 最后其他品牌加到一起狂欢星期五 秦志环听完后头皮发麻 我操 那不是一直疯狂 我都怕消费者兜里的钱不够 我们赚呢 没错 不要让任何一分 沽钱流浪在外 这是拼团的企业文化 而且 商城里每个门店的容客量都有上限 剩下的那些就会被分流到其他门店 也算是双赢 那周末呢 江秦摆摆手 周末不能疯狂 要不然疯狂这件事就不疯狂了 两人听完之后 纷纷举杯敬酒 三杯两盏淡酒之后 夜色渐深 何以军早年做商城 欠各种供应商 酒量很好 秦志环帮秦敬秋做地产 酒量更是没得说 江秦在外从没喝醉过 结果你一杯他一杯的 这一顿下来倒是醉了 脸变得有些泛红 整个人都傻里傻气的 何以军和秦志环也喝了不少 车也开不了了 就打算在这里住一夜 反正周围的商圈都是商帮品牌 但江秦摆手拒绝 说什么都不去 我得回乡题 你们给我打个车 江总 明天再回去算了 不 不行 我想小富婆 何以军此时也醉乎乎地看着天花板 也不知道冲谁 开口就说 我就说了 他们肯定得结婚 我肯定就是个打工的 求月票 偶二 何以军怒进亲戚哥 江彦祖最喊要回家 初夏的深夜 一顿酒憨而热之后 稍微还有点清醒的秦志环 打电话给附近酒店的经理 让他们过来 安顿了何以军 然后又去街边打了个车 送江秦回乡题别墅 半个小时之后 车子抵达 两个人一摇一晃地 进了A206状 每一次落脚冲的 都不是一个方向 有种妖精刚化成人形 还不太会用腿的感觉 坐在客厅等 江秦回来的小妇婆健壮 立马哒哒哒地跑了出去 把她从秦志环的手里 接了过来 怎么喝了这么多 秦静秋也闻声跑了过来 低头看了眼江秦 醉熏熏的表情 秦志环听到询问后挠挠头 主要是何总敬得多 一杯接着一杯的 你怎么也不知道拦着点 喝成这样多伤身体 拦不住啊姑姑 何总摆明料 是要跟江总拼个你死我活 我一个看热闹的 现在都有点上头了 秦志环揉了揉太阳穴 本来我和何总打算 喝醉了就直接睡酒店的 但是江总非得回来 说江表妹了 不让回都不行 江秦此时已经陷入 半梦半醒的状态了 忽然闻到熟悉的味道 于是忍不住睁开眼 见到是小妇婆 她忍不住搂紧了一些 回家了 回家了 听到她的呢喃声 小妇婆眯起眼睛 忍不住在她怀里蹭了两下 她觉得 有江秦在的地方就是家 但没想过 江秦和她想得好像一样 此时 秦静秋到了二楼 把冯世华喊了下来 让她扶着秦志环去了客房 而她和小妇婆 则扶着江秦去了另一客房 又赶紧让吴妈去煮心酒汤 折腾一阵之后 江秦躺在床上 陷入了沉睡 她的酒品倒还挺不错了 喝多也没张牙舞爪 就是有点嘟嘟囔囔的 直到刚才见到了冯南叔 才安静了下来 秦静秋观察了一下江秦的状态 发现她没有难受的表情 于是看向冯南叔 我先出去了 你帮江秦把衣服脱了 戴上被子 冯南叔听完后傻了一会儿 然后唬住小脸 那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秦静秋愣了一下 心说 你是她的漂亮太太 你客气什么 然后她就看到 侄女儿已经脱掉了鞋子 爬到了床上 伸手解开了江秦的扣子 虽然表情高冷 但好像又有点兴奋 秦静秋咳嗽一声 立马退了出去 等在门外 两分钟后 冯南叔把江秦的上衣脱了下来 两只小手一不小心 在她的腹肌上乱摸了五分钟 然后才一脸严肃地 解掉了江秦的腰带 一点点把她的裤子拽下来 下一秒 又忍不住虎住了小脸 哥哥的备用手机 有点凶 正在此时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等在外面的神神喊了一声 说是无妈的醒酒汤煮好了 冯南叔给江秦脱衣服 用了大概十五分钟 一方面是因为喝醉的人 确实不太配合 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不小心 乱摸了好久的腹肌 神神觉得也差不多了 这才敲门提醒 于是冯南叔赶紧给江秦盖上被子 打开了房间 醒酒汤这个东西 作用是加快酒精在体内的分解 并不是说 喝了之后很快就能清醒 而是让宿醉的人醒来 不会头晕难受 秦静秋和冯南叔 伺候着江秦喝掉 然后把空碗交给无妈 这才松了口气 走吧南叔 带睡觉去了 我还想照顾哥哥一会儿 秦静秋听完之后 捏了捏他的脸蛋 那我先回房间了 你明早要赶飞机的 不要睡太晚 冯南叔乖巧点头 像是一个没有坏心思的乖呆 然后目送神神出了门 这才转头看向江秦 录出一个电视剧大反派的表情 想照顾哥哥一会儿 X 想研究哥哥的备用手机 小富婆点着黑丝小脚 重新回到了床上 她有两个闺蜜 一个是惠惠子 是个假军师 喜欢给她提供交友情指导 但基本都是纸上谈兵 没有什么实用性 属于理论派 主攻心理 还有一个是海王妮 是个真军师 什么都敢教 实用性很强 属于一个实战派 主攻肉体 之前在学校食堂里的时候 海王妮就教了她一些 很有用的知识 但是哥哥不允许她玩 就不了了之了 但 这个世界就是一枚巨大的回旋镖 飞出去的时候 可能打不着 但是飞回来就很准 冯南叔现在就像只好奇的小猫 脑袋晃来晃去 与此同时 秦静秋正在卧室里 看着秦氏集团 近段时间的发展报告 又审批了几份文件 不知不觉 就时间又过去很久 就在她疑惑 侄女儿怎么还不回来的时候 忽然就听到了 客房那边的开门声 冯南叔像只仓鼠一样 鼓着粉塞 表情有些慌里慌张的 脚步匆匆地跑过了走廊 进入到了对面的客用卫生间 秦静秋愣了一下 忍不住站起身走了出去 侄女儿跑得这么着急 别是将擒酒劲上来 胃里难受 忽然又吐了 她来到门口 隔着走廊 看向客房卫生间的方向 怎么了南叔 江擒吐了吗 好像吐了 半晌之后 冯南叔回到沈沈的卧室 有些偷偷摸摸的感觉 然后坐到床上傻好酒 秦静秋摘掉了眼镜 把文件合上 他估计也挺高兴的 不然不会喝那么多 之前赢了团购大战的时候 他也没喝成这样 冯南叔傻傻地看向秦静秋 为什么哥哥很高兴 大概是因为 他发现自己真的可以保护你 可以不让任何人欺负你 对男生来说 有能力保护自己喜欢的女孩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哥哥最疼我了 秦静秋有些欣慰地仰起嘴角 然后伸手把自己的杯子递了过去 喝口水 然后睡觉 冯南叔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不喝了 你不是睡觉前都要喝口水的 不 我已经喝过了 一日清晨 红日从东方升起 天际出现一片朝气蓬勃的雨堵白 江秦从客房苏醒 沿着楼梯来到了一楼 然后站在院子里伸了个懒腰 觉得浑身都有点轻松 此时 冯世华正在院子的中间偏右处 迎着灿烂的晨曦挥毫泼沫 姿态潇洒 江秦走过去看了一眼 上写五个大字 老婆我错了 自打冯世华偷偷叫江秦去献大哥 秦静秋对他就没什么好脸色 现在应该还没哄好 江秦默默退走 坐着基础的甩臂操 回到楼上 打算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莫收拾好 准备吃过早饭后启程 就在此时 竹窝的房门打开 冯南叔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穿着真丝睡衣 腿长腰细 就是个郁姐刚睡醒的样子 但同时又有点傻里傻气 站在走廊里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哥哥 早上好 早上好 你怎么不敢看我 我敢 但我不看 冯南叔有点可爱的小声说着 然后撒拉着拖鞋 哒哒哒地跑到了卫生间 江秦站在卫生间的门口 看着他翘着小屁股刷牙 然后咳嗽一声 转头回了房间 想起昨晚那个逼真的梦 也有点心虚 他不会让冯南叔知道自己的梦的 不然他一定会觉得自己内心里非常不捧 明明是清清白白的好朋友 自己却想为他吃喝 这样的自己 实在对不起小富婆的信任 尤其是他一副傻傻的样子 眼眸瞪镜纯洁 看上去什么都不懂 更让江秦觉得自己是个坏蛋 吃过早饭之后 日头已经高悬天际 灿烂的日光让人有些睁不开眼 秦志环也起了床 来到餐厅吃早饭 江总 早上好 早上好 昨晚是你送我回来的 嗯 本来说好了要住酒店的 你死活不住 一直喊着 要回来找你的小富婆 江秦眯起眼睛 我还说了什么没有 秦志环想了想 没了 有秦的力量 不要小看我们之间的羁绊啊 混蛋 江秦跟个二傻子一样 还在马卡巴卡 完全不知道自己 已经被骗吃骗喝了 冯南叔此时也换好了衣服下来 坐到江秦旁边小口 喝着玉米羹 有点乖巧 然后时不时地看一眼江秦 在发现哥哥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之后 他又慢慢嚣张了起来 有点佩服自己的厉害 中午时分 阳光温热 气温上升 江秦和冯南叔坐上了车 和叔叔神神道别 返回凌川 魏兰兰提前在机场等着他们 接到人之后 就一路开到了凌川大学 去了喜田奶茶店 高文会这几天 糖饮都犯了 见到两个人回来 立马打算开始课 哦吼 对前媒兴趣的青年企业家江秦 带着他的漂亮太太回来了 高文会 你是刚拿到一个月工资 又开始飘了是吧 高文会愣了一下 你都在电视上承认 自己有太太了 怎么又变卦了 江秦眯起眼睛 要你管 你们出差了一个星期 感情没有一点进展吗 没有 冯南叔看向高文会 敲咪咪的开口 其实有一点 求月票 偶尔 被月票缠坏了 你们这一周 有什么进展了 跟我说说 不 我不能告诉你 冯南叔直接拒绝 他怕昨晚的事情一说出来 屁股都会被哥哥打坏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抬起眼眸 看一眼江秦 然后乖巧地做好 女孩子的好奇心 往往要比男生更大 尤其冯南叔 18岁之前的情感 曾受到过压抑的 以至于集中在一起 就更加强烈了 而且 因为江秦宠他 所以他现在还有点 天不怕地不怕的调皮 这就导致了 他是有东西真敢学 学完是真敢缩 主打的就是一个学以致用 就像好奇的猫咪 见到什么都想上去咬两口 少女好奇 冯南叔回过神 看向了高文会 他知道 喜天这段时间 出了好多新款 还有三款只供拼团 线上渠道的奶茶 因为喜天的名气 再加上限定 还有奶茶一罐都有的 高级口味 这三款奶茶 在线上都卖爆了 基本一到下午就点不到 江秦为了维持用户活跃度 和限定的优越感 也是用了一部分 饥饿营销的手段 限制了每天的杯数 营造一种持续火爆的感觉 有些东西 越是得不到 就越遭人惦记 冯南叔也就是读不了心 不然肯定会赞同江秦的 这个商业理念 文会 我想喝奶茶 怎么样的 冯南叔指了指门口的海报 要新款的那个 高文会露出一个坏笑 那你告诉我 你和江秦之间的 那一点点进展在哪里 那一点点被吃掉了 高文会一脸问候 然后就觉得 冯南叔的语言 应该又被友情加密了 需要解锁才能吃到糖 这下好了 晚上有事情做了 得把冯南叔拖回宿舍 严刑拷打 江秦也挺纳闷的 我们有什么进展 友情的进展 江秦忽然想起了 别墅里的摇篮床 玄以为她说的进展是这个 小富婆真是傻得天真可爱 她以为买了摇篮床 就可以认识江爱男了吗 她估计连备用手机都没陷过 整天就知道 瞎缠好朋友的身子 江秦甚至觉得 自己就算脱光了 她都不知道怎么操作 对了 昨晚我喝醉了 是谁给我脱的衣服 秦志环脱打 冯南叔说完话 发现江秦似乎相信了 于是夸秦志环是个大好人 在她的心里 现在只要是能随手拉过来背锅的 几乎都是大好人 此时的高文会正在做奶茶 拿起杯子的时候 忍不住看了江秦一眼 老板 你喝不喝 冯南叔瞥了哥哥一眼 忽然开口 给哥哥来杯酒 要白的 大杯 江秦正在手机上 查看最近的公司周报 听到这句话之后 抬起头 发现高文会的手里的 杯子得有七八百毫升 这喝下去不得要了命 随便搞一杯 半糖 冯南叔的也要半糖 你不能再吃糖了 哦 日光温暖的午后 江秦坐在奶茶店 阅读着周报 而冯南叔则贴贴着她 修长的睫毛 被染成了柔美的玫瑰金色 看上去十分动人 此时的天气还不是太热 晒个太阳 确实挺舒服 而在这段时间里 喜田陆陆续续迎来顾客 见到江秦和冯南叔也在 立马窃窃私语一声 并掏出手机 悄悄拍照 对前媒兴趣的青年企业家代表 和她的漂亮太太 没办法 江秦是上过央视的人了 互联网大会 又是官方举办的 她现在也算是 官方承认的企业家了 能把恩爱嗅到这种地步的 也是绝无仅有了 冯南叔在旁边敲摸地看着 见到有人拍照 就有点害羞 但被拍到照片里 却是一脸高冷的绝美欲解像 你怎么这样喝奶茶 江秦隐约见听到了快门的声音 于是思绪转移了回来 刚要感叹燕祖的魅力 结果却被面前的小富婆 吸引住了目光 冯南叔正抱着奶茶杯 一做一大口 把自己搞得像是屯食的仓鼠 脸颊鼓鼓的 不对啊 她以前可不是这样喝奶茶的 江秦记得小富婆以前都是小口小口的作 有点不舍得喝完的感觉 哪想这样一大口一大口的 C 冯南叔把奶茶咽下去 抿了下嘴角 哥哥管得真宽 冯南说 你比之前变得更嚣张了 说 怎么回事 小富婆不说话 心说我不会告诉你 我已经欺负过你了 下午三点多钟 江秦已经处理好了 拼团近段时间的待审批项目 又见了几个任务 下发给几个部门 然后就送冯南叔回了宿舍 高文会等着课堂 于是叫来了手下的兼职大学生替班 跟着回了宿舍 打算询问那一点点进展 但还没来得及开口 出去浪的王海妮就回来了 她最近交了个演艺的好朋友 假扮成了像冯南叔一样的青春女子 打算在大学最后的时光里 体验一把冯南叔完了四年的高端恋爱 你还是别说 每次王海妮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问他们能不能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对方都欲罢不能 谈恋爱 没意思 好朋友 很刺激 这可能就是一种身份上的反差感 人性好像就是这样的 越是不能做的事情 做起来就越是兴奋 按道理来说 好朋友之间应该发乎于情 只乎于理 如君子之交 淡如水 和好朋友牵手 拥抱 坐在怀里 接吻 这种挑战身份 挑战边界的行为 就好像天然的带着一种悲得感 王海妮感觉之前的四段恋爱 都白完了 诶 南叔你回来了 冯南叔点了点头 你好像有点高兴 高文会一边换衣服 一边开口 王海妮学你 也找了个可以接吻的好朋友 据说第一次接吻的时候 那个男生都傻了 不断地问他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王海妮养着天一阵傻乐 经过我的实际体验 我大概能理解 江总嘴硬的心态了 什么心态 他一开始 也许真的不想谈恋爱 但后来肯定不是了 而是好朋友之间的这种感觉 让他很享受 有可以随便瑟瑟的好朋友 谁还谈恋爱啊 王海妮说着话 也脱掉了衣服 换上睡衣 然后拿起手机 给自己的好朋友 发了个消息 陈锋 你觉得好朋友 可以住在一起吗 对面的研究生歌 听完之后都疯了 连发了三个呢 冯南叔看着他 那一脸兴奋的样子 忍不住哒哒哒地 凑到了他旁边 小声雨了一阵 王海妮一开始 还活蹦乱跳的 听完之后人都傻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大脑有点处理不了 这么粘稠的信息 坏了 出画面了 是 什么味道的 小富婆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眼睛轻眨了两下 为什么你不知道 王海妮咽了下口水 我没喝过呀 冯南叔忽然眯起眼睛 有点自信 那我比你厉害 高文会看到他们 嘀嘀咕咕地 忍不住凑过去 一顿询问 听完之后人都傻了 冯南叔 我以为是一点点 没想到你说的是一点点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这还能叫友情的进展 我和哥哥 真的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啊 可你们私下 真的什么都来啊 高文会很想告诉冯南叔 你们这样做 已经不能算是朋友了 接吻也就算了 这太逆天了 但是王海妮却像是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觉得越是朋友 这样才越是刺激 冯南叔 才是我的恋爱老师啊 冯南叔看着自己 这两个没见过世面的摄友 莫名有点自信 然后脱掉自己的小皮鞋 上床去补了个绝 与此同时 在男生宿舍302 紧闭的大门里 传来曹少爷的阵阵惨叫 疯狂地喊着你 不要说了 本来他就被最近的 新闻资得不行了 谁知道江青回来之后 还巴巴了一堆新闻上没放的 比如他和马云在墙角 聊云计算的未来 和京东流聊 自建物流的心得 和雷总聊 饥饿营销的应用 这还不是最狠的 最狠的是江青回来之前 曹光宇刚 正在自己赤巨子 买到火气铃大杀特杀 江青一进来 就让他小声点 别吵着我哈 我和华藤认识 你要吵着我 我让他没收了你的火气铃 曹少爷此时有进气没出气 像是被轮流糟蹋了一样 任自强和周超 倒是听得津津有味 忍不住开口 江哥 那些商业大佬的生活 都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灯火酒绿 美女环绕 想要哪个要哪个 最近这两年 一栋网络发达了 各种各样的银趴飞闻 在网上传到到处都是 像他们这种热衷八卦的大学生 就爱听这个 江青摇摇头 我不知道 可能他们有私人厂也说不定 但我一般不参与 八点就回去了 为什么 我给冯南书设了门禁 天黑之后必须在家 不可以到处蹿蹿 周超愣了一下 你给冯南书设的门禁 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青嘴意外 我得回去 看着他有没有认真遵守啊